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置業的日強 今天帶大家來到珠海斗門的一個地方 帶給大家一個港銀的半山臨雨 環境我基本上跟大家簡單介紹過 現在先帶大家進去看看 銷售中心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區位情況 在帶大家進去之前 一定要來頻道灣區置業 現在我進來銷售中心 今天林雪兒姐姐妹妹 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項目這邊的情況 好的 謝謝 到我們區域這邊 好 先看看這個區位在哪裏 因為我對這方面 在這裏都不太熟 不太熟悉 我大致跟你說一下我們珠海這個板塊 包括我們項目的定位 好的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紅色圈範圍以內 港銀半山臨雨就是我們項目的定位 那這邊的話 整個珠海是非常之簡單的 以我們中間的西光為界 右手邊這個板塊就是屬於老城區 那香州和橫琴都是位於我們老區的一個板塊 因為是東區 是 東區的位置 那我們西區這邊的話 主要大力發展就是 政策就是一個新市區範圍 所以我們的位置 也都選擇在我們井岸申城這個板塊的 那客戶過來的話 主要就是考慮他過來的一個交通和一個路線 是的 平時的話呢 我們在香港那邊 直接客戶走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然後到人工島 人工島再回來我們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三條重要的交通機件 那第一有什麼呢 我們的珠海大道 也是最原始的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已經是擴大的一個發展 所以就會更加緩衝到 東區和西區之間一個距離 另外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從2012年開始 政府已經東托西進的一個政策 所以在前鏈和大前鏈 也都是開通了兩條一個高速 那大大地拉近了之間的距離 我們現在目前主要走的路線 首先是會有我們的香海大橋 那香海大橋呢 回到我們項目半山林院這邊的位置的話呢 從人工島過來的時間 耗時是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人工島過來這邊 是啊 沒錯 然後的話呢 就可以是比我們走珠海大道 更加節省一半的時間 那另外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除開這三大基建以外 最重要的交通路線 還會有我們項目正出來的位置 主降道這條的機場北快線 那機場北快線的話呢 它的駕駛之處有什麼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這個板塊 是分為南上和北下的一個板塊的 那我們這裏的話呢 直通過來的話 通回我們的西部沿海高速 回去深圳 通往我們的深中通道 回去只需要三十五分鐘的時間 去深圳 沒錯 而我們這條道路呢 現在就在這裏修建當中 2022年的時候 就正式開始啟動的 而我們正式錄成了的話呢 就是2025年 我們交闊之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了 對了 那你除了先前講的幾個勞網 那如果在香港過來去的 你用公共設施的交通 有沒有哪些呢 那當然有啦 你可以看回現在香港過來的話 除開自己坐金巴以外 還可以直接自己開車過來的嘛 因為港車北上的政策 過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走我們的香海大橋 另外到我們的機場北快線 直接通車之後的話呢 我們L路形設計 走我們的港珠澳大橋西延線 即是我們的紅鶴大橋 回到去的話呢 開車只是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人工道的了 所以它的便利性是非常之大啦 那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項目 過來的話 兩點幾公里的位置 會有一個輕軌站 那這個輕軌站呢 也是非常之方便的 大家都知道啦 輕軌主要是分AB兩個板塊 我們A線這邊的明珠站 在2009年的時候已經正式通用了嘛 現在最快進發到我們的十字門這個板塊 直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無逢接駁回到澳門的 而我們這個優勢呢 就是靠近我們這個斗門站的位置 預計我們是明年年底的時間呢 會去到我們的金灣機場站 那大家都知道啦 機場首先呢 已經在升級一個國際機場了 以後的話 不僅止去周邊遊 甚至出國遊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再加上金灣站 一連貫上來 就是我們的斗門站了 那麼過來的時間的話呢 是需要兩個公交站 過去的話 如果自己開車呢 六分鐘到八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啦 是的 那麼如果在香港 有沒有直通巴過來呢 直通巴 首先是這樣的 我們項目的話呢 主要就會有一個 業主穿梭巴士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交付的時候呢 就業主可以專響的 這個穿梭巴士是 在我們樓盤去到哪裡呢 我們樓盤是這樣的 因為穿梭巴士呢 首先是分班次 而我們呢 全部都是交付之後 才會設立到 一個實際的班次 而我們呢 直接回去的 首先第一站 就是人工島 而住滿三年以後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 業主委員會的 那委員會 可以再通往珠海 不是 香港的十八的站點 但是它那方面呢 它就會收費的了 嗯 如果是去到 珠海站 南枝人工島那邊 是不收費的 是啊 另外在這裡 過境去香港 這一段是收費的 是啊 明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方便的話 就可以直接駕車 或者日後 坐我們的地鐵 途經四個站 十八分鐘 也可以回到人工島的位置 明白明白 我主要就是 有些長者 未必一定駕車的 所以公共設施 是很重要的 我了解一下 是啊 然後再加上 這就是我們一個交通路線 另外你可以看到 我們港人 半山林五這個選址 定位 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在這裡投資 或者買來居住 首先第一 性價比高 第二 環境非常之美 你剛才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進來 就會看到 我們司馬山的環境 所以我們這邊的自然生態景觀 是非常之齊全 對面那裏就是司馬山 是啊 沒錯 對面我們一進來的話 是三山圍繞住的 所以它這邊有司馬山 也會有整個景觀裏面的 一級龍井水庫 山景水景是盡收眼底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它也是吸引了很多客戶 來這邊作出一個投資 另外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右手邊這個板塊 會是整個新市區的一個老城區 那老城區靠近它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第一 你可以看到 配套來說是非常之齊全的 我們只需要出去步行 五百米的距離 就會有泥灣市場 以及井岸步行街 還會有我們大信新都會 大信新都會是目前 珠海新市區這邊的一個 標桿的雙圈來的 所以它過來的話 哪怕你自己開車都是兩個字範圍以內 它就可以到的了 是的 我們看到又有個醫院 又有教育方面都可以 是啊 沒錯 教育的話 它是從幼遠到高中 它都是一站式的體系 然後全部都是全年零段都可以用到的 另外的話 你可以看回我們旁邊 不靠近這個是老城區 另外的位置 南下的板塊 它是會我們的新市區 最重要的一個基建選址 你可以看回我們四大行政中心 也是位於我們項目過來的四分鐘時間 嗯 例如我們的辦政中心 科創中心 以及我們的法院 稅務局 都是在這邊的 所以它一站式的服務的話 過來就會非常之近 它的政府部門是原先已經在 還是新簽過來的 已經是全部都在的了 哦 包括它原先的有 新簽的已經全部落成在這裏 所以它的方便之處 以及它的優勢就是在這裏 即基本上那些政務中心 都是在這邊 是啊 OK 再加上呢 因為我們這個板塊 人流量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靠近奴區 幾十年的發展 我們都是在這邊的 嗯 所以政府現在呢 也是大力地打造更加多的商圈 例如有我們富原廣場 還有我們的萬達廣場 那重點一提 當然就是萬達廣場了 會是整個珠海裏邊最大的一個商圈 那它的面積大概有多少呢 就相當於我們的華法雙刀 是兩個雙刀這樣的面積 一共是二十五萬平的 那它同時也是選擇在我們樓盤旁邊 那意味著什麼呢 不僅是方便整個板塊的一個區域的便利 而且還帶動了這個板塊的一個人流 好 OK 那現在基本上的區域這個情況 我們已經了解過了 好 或者和我們介紹一下沙盆 OK 沒問題 和你說一下我們現在主推的是哪一道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銷售中心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便紙 那以後這邊會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業主專享的會所來的 那剛才呢 和你們介紹到那個機場北快線 最重要的基建就是我們旁邊這個位置 右手邊過來三百米的距離 然後直往上通上去的就是通往我們的深圳 連下面連貫的就是回我們的香港 所以它這邊的優勢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另外 剛才和你們介紹到的都是周邊的一個商圈 那你可以看看 我們項目水晶球這個位置的話呢 它是一塊商業用地 那這個商業用地的話呢 也是選擇在我們樓盤的正門口位置的 所以也可以滿足客戶出來門前 一百米的距離就可以解決它的生活所需 逛街看戲吃飯 一站式的 它一共是有三層高的一個商圈 所以它這邊的話呢 也是最有便利性的 好 再加上了 我看到你們小區裡面的店舖也很多 當然啦 因為我們整個社區是以一個大社區為主的 我們首先呢 樓下下來就自帶有一個五千坪的一個商業街 這條商業街起身的話呢 是會帶動整個板塊的一個經濟效益的 另外的話呢 我們後門是分量期開發 前面的五座是為之我們的第一期 後面的六座是我們的第二期 一共是有1579戶 所以它的項目會是非常之大 另外的話呢 我們現在目前主推的就是我們 硫磺單位第十座 那麼我們第十座這邊的話呢 為什麼是硫磺單位呢 你可以看看 我也想問為什麼你叫硫磺呢 因為它正中間的位置的話呢 是完全可以做到一個錯峰的設計的 所以你不論買大中小的面積 它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司馬山雅 然後我們十座和第十一座畫 會是我們這邊的准現樓 因為我們已經全部封了頂了 嗯 現在呢就是做內面的一個裝修 膠庫那時候是大裝修的 是 沒錯 而且我們目前的一個優勢呢 就是它的性價比高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呢 三房這邊還會是我們的性價比之王 一萬二千五左右的軍架 全部帶精裝的 一萬二千五軍架 嗯 帶精裝的一個交付 是啊 面積呢 面積很大 面積的話我們是這樣的 另一單位呢 會是我們的單邊位 做一個四房的面積 你不要看它四房喔 但是實質的話 它九十九平方 已經是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 而且還是非常大的房間 嗯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呢 是東南向的 那麼我們正南的位置的話呢 就有我們前面 零三和零二和零三 它就是八十九平方 做我們的大三房 然後最稀缺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六十九平方 六十九平方的話 我們也是推門可以見到司馬山的 做我們的兩房單位 哦 即是開門見山 是啊 哦 OK 那就基本上都是這樣 我想要來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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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是供短 不是 都不同 是以30年 3.7的利率 現在便宜 3.7 其實實質的話銀行更加便宜 我們已經有很多客戶批下來 已經是去到3.6的了 現在就說 其實就是你們港銀 去補貼給客戶的 是的 沒錯 另外一個 如果做貸款那些 就怎樣做 做貸款的話很簡單 因為我們是可以做到一個首付分期 客戶只需要選擇 做一個低手期 兩萬起的手期 給了之後的話 另外那部分 它就是發展商做一個電付的效果 它這邊的話 就正常安排好手續 然後準備好按揭的資料 就可以正常批款的了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香港人上來這裏貸款 買樓 銀行接不接納它 當然接納 需要些什麼條件呢? 我們需要的條件很簡單 首先如果你是首套的 當然就是兩成首期 如果你是二套的話 我們就三成首期 只需要客戶的身份證回鄉證 銀行流水和入息證明 就OK了 銀行流水和入息證明 是指在內地那些 還是本身是在香港的? 內地和香港都可以接納的 OK 因為不是這麼多人回來這裡做生意 工作 有很多客戶都在那邊做事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我們的優遇性和我們的 優遇性和我們的 譬如說我們這裡 周邊的泳池其實很舒服的 我們看得到的 可以看到的東西 和我們剛才上去我們的樓宇那裡 都看得到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這期節目我們就辛苦了一段時間了 不用了 就是這樣了 下期再見了 在我們再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灣區事業 OK? 拜拜